老師生氣的時候就是有一句口頭禪 然後他就說我們走著瞧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會功課出很多啊 然後譬如說青蛙跳啊 然後只要老師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得很聽話 不知道是誰在我們必報圖畫上面 寫了一個OK 老師知道了以後非常生氣 就在課堂上的講座上面拍著說 到底是誰在上面寫OK的 我一定要把它揪出來 哇 看著老師舒靜的表情 我們班上都嚇呆了 本來可以從一個本來是菜市場的班級 變成走到國父紀念館一樣安靜 大家都不敢承認 怕一承認啊 老師等一下一下去 就裹個巴巴下去 就是犯一些小小的錯誤 老師就會就會頻頻的罵你 譬如說罵一些你是阿呆的 還是阿龍的 還是如果你是我孩子的話 我早就把你掐死了 老師會常常罵一些這樣的話 我心裡的感覺會覺得很不舒服 很不服氣 我又不是你的奴隸 或是上輩子欠你什麼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罵我 我幫你做事還要被你罵 我真的很倒楣 我覺得老師很兇 讓我們很難看 因為他罵的聲音實在很大聲 那別人班每次上完課 別人班都知道 我們班被老師罵了 那我希望老師不要這樣 一直兇下去 不要讓我們這樣每天 都提心吊膽的上這堂課 怕老師在罵我們這樣 對啊 我又不是你的奴隸 只是學生而已 太害怕太兇呢 都是一個負面的情緒 學習不是應該快快樂樂的嗎 我們再來聽聽看 父母親對孩子的老師太兇 會什麼的反應 老師一個人要面對30個小朋友 當然老師沒有辦法說 每一個都要怎麼樣愛的教育 我說你們自己要懂得規矩 老師才能有辦法說愛的教育 那如果說大家都沒有規矩的話 你叫老師一個人 要去面對那麼多人 老師哪有辦法去做到 也沒有那麼的時間 因為我都講得比較難 我說你們現在小學子 一個小社會 到時候你們到大的話 我們不可能說 你什麼事情都讓你如願 你說你自己 你自己把你自己本身做好 就是說你不要說讓老師 我說老師他不會說 處罰那些乖的人 乖的小朋友 他因為處罰那些不乖的 你說那你自己要想想看 你自己有沒有做錯 這個在我覺得 我在成人的想法裡面 我覺得接受老師 可以有適度的這樣的情緒發現 那這個時候孩子回來 他難過 我覺得這個工作 交給媽媽來安撫他 順他的毛 我覺得就很單純 好 家長的發言 當然是有代表性 但是老師是不是可以 情緒發現呢 我們大家也可以來討論這個問題 小孩子有兩種 一種就是小孩子 他可以接受 你不會犯錯 老師不會凶你 一種的話是 你一直犯錯 老師就必須一直告訴你說 你錯了你錯了 你如果說假的 你好乖 你這樣錯了 我看小孩子不可能改 所以老師 我是感覺上那個老師 就用很大聲的說 你錯了你錯了 然後我看小孩子 就嚇在那邊 待在那裡 可是我們不可能 用很溫柔的方式去 我是覺得 凶的話可能有原因 說老實話 父母親的心是很矛盾的 因為學校教育 或家庭教育是雙管齊下的 有時候我們寧願聽到一個老師很凶 而不要聽到一個老師 什麼事都不管 所以有時候老師 可能是情緒上的反應 他可能和老婆在家裡吵架了 對孩子凶 但我們不知道 我們總覺得他一定是有理由的 不是你功課沒做好 是你上課講話 幹嘛 你才會凶 所以這個凶子 有時候我們一聽到學生講 老師很凶 這個事情 說不定有些家長會很高興 這個老師管得很好 但是這個時候 就可能容忍那些老師態度上的 情緒上的失控 所以也是蠻難的 有時候是期望水準的關係 老師成長的一代 那個所謂適當的水準 但現在的小孩子看來 可能太嚴厲了一點 他們很難去接受 我們在大家庭的時候 一般對孩子行為的約束 就是比較嚴謹 但現在小家庭 我們都從小孩一點 也比較民族一點 所以這個落差 就會大一點 另外還有老師本身 習慣上的人際溝通技巧不好 那個出口的時候 生氣的時候出口就傷人 很難在溝通的時候 用比較適切的語言 來跟孩子講 老師不高興的是 你什麼樣的行為 當然也有另外的原因 可能老師本身壓力 老師可能自己的婚姻 家庭壓力源 還包括從學校來的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升學競爭太激烈 老師們 差不多從國小一年級 老師都會感受到那個 班級之間那個 學業成就的一個競爭 所以有時候老師 會承擔很多這個 從社會家長 各方面來的一個期待 他壓力很多的時候 他也很怕他這班級 不如人 所以對孩子要求 就會比較遠一點 或者說他自己情緒上 也會比較緊張一點 這個老師本身 可能有情緒障礙的問題 他不一定有什麼精神疾病 但是他可能性格上 他的那個脾氣的一個管理 情緒的控制上 他本身就是比較不成熟 所以他也容易失控 他不一定說真的很有惡意 但是就很容易爆發這個情緒 很容易失控 那最後有時候 我看到的是家庭跟 學校教育的落差 現在有些家庭裡面 就是說他管教的方式上 有各種程度 也比較傳統 比較現代化 那學校的老師 他在管理孩子的時候 如果跟家長管教孩子落差大的時候 有時候 其實老師不是很兇 但是在孩子來講 這個情緒太強烈了一點 他也很難接受 那麼有的是孩子本身太敏感 人際太敏感 老師不笑的時候他覺得 今天老師是不是對 我不太高興了 也有這樣的小孩子 另外當然一般來講 就是小孩有激怒老師的行為 小孩不知道 就像剛才講的 我們在家裡管問孩子 一兩個孩子 兩三個孩子 我們家長也都難免 有脾氣失控的時候 老師還面對三四十個小孩 這個真是很不容易 那小孩如果不知道說 自己有激怒老師的行為的時候 他也會常常覺得說 我沒怎樣 老師為什麼對我這麼兇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 孩子有這樣的一個聲音 那我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向您請教 可不可能就是老師的兇 對孩子可能會發生什麼樣 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 有沒有長遠的這方面的研究 或者是一個從小 一個老師非常兇的這種情況之下 會對他自己個人的態度上 多多少少發生影響行為上 我們從一個所謂教育 跟教學的觀點來講 老師有個很重要的責任 要創造一個安全的班級環境 小孩子在那裡 每天上學去生活的時候 會覺得很有安全感 他可以很自動自發的表達自己 這個對他潛能的開發有幫助 因為我們總是這樣 老師叫你起來念一段書 你很安心 不會那個老師的巴掌 放在你的臉頰旁邊 伺候等待 這個對孩子在人格的成長上 長遠上有影響 譬如說有的小孩子 他會模仿老師這個攻擊 這個攻擊的行為 或者是因為老師太兇 有這種虐待小孩的 已經到這種程度的話 我認為那個會使孩子 在人格成長上會扭曲 他將來對待別人上 也會比較殘酷一點 反過來有些小孩 因為被嚇壞了 他是會造成人際退縮 甚至一輩子對這個權威 都很害怕 長大以後看到老闆 這老闆本來是和哀的老闆 對不對 但是他就是怕權威 所以這些都會妨礙到他 將來未來的一些的部分 我覺得老師兇啊 嚴格那都算了 重要的是不要羞辱 不要羞辱 那個很大聲裡面 小孩就算會被嚇住了 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那個 反正慢慢來沒有關係的 可是真的是不要羞辱人 因為羞辱會帶來一輩子的傷 很難走脫 即使我現在再怎麼樣的有成就 小修老師罵你笨的那個隱隱 會一直留在你心中 其實那個羞辱讓人難過 讓人退縮讓人自卑 而且帶來恨 最嚴重的是他在做一種身教 就是對別人是可以嚴格的 我們很多好學生的孩子 對別人的一點點錯 是非常計較的 他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覺得老師一定要處罰他 就是你把孩子的心 弄窄跟弄硬了 那這種情緒性的對待人 如果不從現在 從家長跟老師 開始慢慢的調整的話 我們下一代的情緒性 不會比我們更好 我們不希望就是說 任何的家長 萬一跟老師溝通不合就 我轉班 當然校長也不希望這個樣子 我們當然盡量溝通 可是當老師真的 情緒非常不能協調的時候 我們可以抱怨老師嗎 我們可以說 說今天跟老師拍桌子嗎 我們只能就是說忍下來 然後不能協調 OK OK 我的小朋友轉班 是不是只能做到這一步 那老師會不會 對你的小孩子印象不好 我們都會卡在這一點 所以我們想說 老師你既然那個就算了 他只是說 被人對小孩子說 你自己要去 講到一點就是說 他自己要去忍受 自己要去應付 就是要變成這樣子 要不然其他 好像也沒有什麼辦法 你如果說 其實只要轉班轉校 因為我比較不贊成 因為你轉班轉校 你還是會去面對 而且或許你面對的老師 會更糟糕 那時候你怎麼辦 你小孩子碰到一個兇老子 你把他轉掉了 有時候有些家長的老師 他不喜歡 讓小孩變成特別不一樣 孩子也不喜歡 自己變成不一樣 為什麼這個老小兇 別人可以接受 為什麼我不能夠接受 而且轉了幾次校 轉了幾次班以後 對孩子也會有影響 為什麼我不能夠適應 別人能夠適應 我這女兒在學校咬人家 咬了一個男生 那剛好這個 老師回過頭來看 就看到他在咬人家 所以老師就認為說 我女兒不對 那我女兒也是一個蠻醬的人 那老師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咬人家 他從頭到尾就不講話 那你是一個老師 你問了一節課 他都不講話 你就是會 火就更上來了 所以他就罰佔我女兒 佔了兩個 兩節課 那時候我一回來 我聽我說 再怎麼樣我女兒犯錯 你也不應該這樣來做這種提法 所以我是很氣 可是當我心靜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說 還是要釋緩折緣 所以我還是忍了一下 然後這個當中我去了解一下 然後也打電話去給這個 他咬的那個對方的家長 去問 了解一下這個狀況 那我女兒也講是說 因為他寫功課 人家老師收布子 結果前面呢 後面收的那個男生呢 就一直推他 催他 說快點快點 就你最慢 你害我們這一排最慢 就這樣就是又催他 又推他 有女兒在最後一次他推的時候 他回過頭來咬了他 咬了他 咬了他以後 老師剛好轉過頭來 看到他 在咬人 然後老師就 當天晚上老師 他也很負責 就打電話來說 你女兒會咬人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我女兒從來沒有咬過人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 先就是當事者 就我跟我女兒先談 然後我太太跟我女兒談 那我們大概幾乎了解一下 這個狀況以後 我們知道說 也許老師處理的方式 是稍微有些不妥 當孩子在學校 面對一個很兇的老師 從父親意什麼樣的態度 怎麼樣來做 比如說我們李先生 他就很耐心地去調查這個事情 到學校去或家長 或老師來談一談 你覺得是應該怎麼做 我認為呢可能喔 滿重要的是第一呢 當孩子有抱怨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仔細傾聽這個抱怨 那有些時候你會發現呢 孩子這個抱怨呢 他並不是期待我們 真的要去介入去處理 而只是他覺得被老師 譬如說罵了一頓啊 或者是甚至被體罰了 那他很需要宣洩這個情緒 那回來呢 家長呢很仔細的聽了 給他一些安慰 那他就好了 其實孩子有時候忘愁很快 而且每天的事情 他們就是等於這個 例行公事嘛 過了就好了也有 假設說這個問題 還是一再重複的 那一定要處理的 那看這是孩子的問題 還是老師有了問題 假如孩子有問題 那我覺得呢 我們要跟孩子仔細的談 他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所以引發老師 會有這個比較兇的語言 或者是會來處罰他們 那他自己應該要發展一種 自律的一個行為出來 或者是有一些的情境呢 他應該要避免 因為他自己不懂得 去避免一些情境 也會激發老師 這個不愉快的情緒出來 所以這樣的話 對孩子有個好處 他學到對自己行為 能夠去負責 今天即使小孩真的有犯錯 可能他真的調皮了一點 或他怎麼樣 可是他的犯錯 跟他需要被這樣對待 是兩回事 就是說我犯錯了 學校如果是提供教育 他應該是用一種教育方式 幫助小孩有能力 面對自己的錯 然後改變 而不是說犯錯了 別人就有權利修辱我 或是體罰我 任何一個人 對人的基本尊重 都不應該是 因為他做錯了 就可以越過去的 事實上呢 家長可以帶著小孩呢 一起去見老師 那去的時候 倒不是我們要去教導老師說 你應該怎麼樣管我孩子 我們不能說老師那樣做錯了 而是去跟老師談 幫助老師了解 當時孩子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還有把家長的期待 那個說明讓老師知道 至於老師要怎麼樣做 這個就把這個自主權 留給老師 我想一般有受過訓練的老師 他會了解 他聽了以後 知道孩子的行為的話 他就比較知道 怎麼去處理孩子 不會有那麼樣嚴厲的 那個手法出來 甚至於必要才 應該跟老師講的 小孩子在那天 那個事件發生之後 孩子回去的反應 因為有的小孩 回去會做噩夢 我們諮詢過的 做噩夢 然後吃不下飯 或者有的哭了大半天 所以他幫助老師 去了解孩子 我想這是我們做家長的責任 可是去學校溝通的時候 你可以溫和而堅定 但是一定要說實話 我們家長溝通方式很奇怪 他不是很兇 就靠氣勢壓了 不然就很委婉 委婉到你真的不知道 他要說什麼 他明明就覺得老師 打自己的孩子打得很兇 他不願意這樣 可是他不敢直接說 因為怕人質現象 就怕說我說老師不高興 會不會又對我小孩怎麼樣 然後就去送一個水果 然後後來整件事情 還是沒有改變 老師還以為兇得很好 所以有水果 對這樣就覺得 我都已經送水果去了 我那麼的低姿態了 為什麼你還要找我小孩麻煩 可是老師那邊就說 你不是肯定我嗎 不然你幹嘛送我水果 要溝通就要說實話 就是說去跟老師溝通 或是老師要面對這樣的時候 其實都要用一點功夫 就是你要準備好自己要講什麼 猜想對方的困難可能是什麼 而不是一定把它想成是 一直在算是誰比較有力量 他可以拉校長 我可以拉誰 那個沒有意義 對所以父母親的態度實在太重要了 如果老師兇 父母親也兇 這樣兇上加兇 絕對是一個負面的教育的方式 好的 其他的父母親怎麼樣來看待 怎麼樣來做 當孩子面對一個非常兇的老師呢 我們再聽聽看 父母親們的看法和做法 怎麼樣跟老師之間 建立一個狗腿文學 這個是必然的 你的孩子一定會遇到這些問題 那我覺得其實家長 除了安撫他之後 可以到學校跟老師們 建立一點這種 見面三分情的 問問看老師 老師你教這個班累不累啊 這個班的孩子好像好頑皮 是不是啊 你好辛苦喔 我每天要是像你這樣 工作這麼長的時間的話 我一定撐不住的 類似這樣就是 其實基本上你也安撫了孩子 但是你也認同老師 那我覺得如果建立了 建立了一點交情 以後彼此要來做一些 互動溝通的時候 那個那個衝突性 我覺得也會降低很多 老師的關係 有時候不見得要刻意討好 但一定要加強溝通 比如說我小女兒那個 那一班 我們不但我們班的家長 有一個非常密切的團體 我們甚至於經常和老師 同時一起參加交友 因為光對一個問題來談 有時候太直接了當了 會發生衝突的 大家看法不一樣 但大團出去玩 在很多問題在談論的時候 談到這個問題 這也達到四緩之緣的那個目的 當然我這個做爸爸的 有時候有點太過分了 我不但參加這個 有時候還到教室去旁聽 結果老師來抗議 造成太大的壓力 而且椅子也坐不下 我有時候熱心過度也不好 因為經常老師去 老師也是造成壓力 這個爸爸一直坐到這裡 他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 我覺得現在家長比較重要的 就是像那個現代新智的家長會 應該是要慢慢的去推廣的 就像那個班級家長會 就是說你不一定是 家長跟老師的關係 是彼此家長間也可以有個聯繫 如果我們能夠盡量帶動 班級的家長都來參與 那這裡面一定會有些 這樣比較困難 因為每個家庭都不一樣 有的家庭它本身的困難度 就很高了 那他比較不參與 我是覺得大家不要用責怪的方式 平常集合力量大 我們也可以幫忙照顧他的孩子 那我們對他多一點包容 跟好的積極的對待 其實會讓他比較敢來 因為有時候他也知道他一直被怪 他就越不願意來 覺得來了很沒面子 所以這是對人的疼惜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家長盡量提升 跟自己在教育觀點上的能力 我們盡量在 如果說對老師那邊 有所謂一定要自衡的部分 絕對不是在教育教什麼上面 我覺得那部分可以發展 而是在一些負面 萬一老師有不適教育的方式 出現的時候 我們至少要有自己的觀點 想得清楚那個對不對 萬一不對的時候 用一種比較好的方式 如果平常就有關 建立一種彼此好的關係 就比較容易談 老師生氣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安靜 然後盡量不要讓老師再發火 否則公會就會很多 因為老師那個在罵我啊 那我就故意假裝哭 因為我怕老師那個 省省亮啊 那個念不完的時候 他會跟爸爸媽媽打小報告 所以呢我還是假裝哭比較好 同學搓資太多 引起老師生氣 老師氣得爆跳如雷 這時同學們都很害怕 只有我 突然站了起來 講一個笑話 引起同學 哄堂大笑 老師也跟著哄堂大笑 後來每次 老師生氣的時候 我就起來講笑話 老師和同學都跟著一起笑 我覺得喔 老師一開始就要先摸出 摸出學生的底細 然後就開始濕軟的 如果那個學生不吃軟 只吃硬 就濕硬的 如果那個學生不吃軟 也不吃硬 軟硬皆濕 過一段日子就濕硬 過一段日子就濕軟 看他以後會不會 會不會不乖 小朋友真不得了 也是兵來降檔 水來土焰 八仙物還各顯神通 假裝哭 講笑話 真是了不起 大人還做不到 所以我想說 這個模範 是最好的教育 因為從小你知道 你講這個話 甚至你摳鼻子的樣子 你都是學爸爸那個樣子 老師講話的樣子 你會覺得說 今天小朋友回來說 他今天怎麼會講這個話 後來發覺說 老師就說 你們怎麼樣 我就給你們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話講出來 都是從我們大人的一些模範出來的 我們要建立一個快樂學校 這個問題在哪裡 我覺得我們現在太 成就取向跟組織取向 因為這樣的話 老師就只管了學生的成績 跟學習上 很多的挫折 他自然就情緒不好 壓力很大 所以容易顯露這個情緒 孩子在學校裡面 因為這種組織教育 也太容易發生失敗的情形 譬如說不符合老師期望 不符合家長的期望 孩子受的壓力也很大 他也會變得比較人際敏感 或者是因為這個成績不好 而有比較偏差這個行為出來 容易遭遇到老師的這個處罰 或者引發老師的不愉快 甚至構成這個整個團體管理上的一個困境 對孩子來講 就是說團體生活適應的這個困境 會這樣來發生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快樂 假如說我們把這個重點 擺在人的教育上 能夠去注重這個孩子的一個人格的成長 這樣的話 我想這個教育沒有人會失敗 因為每一個孩子天生就有這個 這個本身成長的一個潛力在那裡 而且所謂人格成長 它並沒有一個所謂一定的一種的 所謂絕對標準那裡 它是按照每一個孩子的步調來成長的 這樣老師在教育上 他也比較能夠享受這個教育的一個成就 孩子也能夠享受自己的一個成長 家長也能夠去欣賞孩子的成長 這是一個快樂的教育 我們今天所缺乏我覺得很需要 我覺得在教育上有五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真的在所有大人心目中 都要把自己明確下來 你是不是真的主張教育 不要有這些部分 如果主張的話 我們可能要隨時提醒自己 不要越過那個部分 一個是不體罰 一個是不羞辱 然後老師不要從事補習 因為要把私生關係弄得複雜了 不做隔離的事情 不要去特意的孤立誰 區分好壞 或是說哪一個小孩 我們不要跟他講話 誰可以換位子 誰不能換位子 不要用隔離的方式 然後不放棄 我們可以承認我們不會 可是我慢慢想辦法 反正我們私生關係很長 也不會一天就結束 一年總可以進步一點點 慢慢來不會死 可是不要放棄孩子 因為他還那麼小 如果周邊的大人 就都已經放棄 除非能夠把他趕出人類社會 不然其實我們是在為自己的家 來跟為這個孩子 增添很多的困難